今天教大家做年夜饭第三道菜 糖醋梨雨 寓意着粘粘有鱼 在市场啊 花13块钱买了一条梨雨 在三指的部位 改上西叶刀 慢慢的给它片进去 然后再把鱼肉改上几刀 方便入味 大概咱们在鱼的身上改四刀五刀 如土的样子就可以 改这个花刀啊 两面一定要改成一致的样子 如土的样子就可以 改完刀的梨雨啊 多冲洗两面 然后放入葱姜 花椒 适量的一盐 胡椒粉 料酒 研制半个小时以上 再准备一个容器 咱们开始调面糊 加入一勺面粉 两勺玉米淀粉 一个鸡蛋 适量的清水 少许的花生油 挑成面糊状 如果鱼大的话 咱们可以多放一点 挑好后 倒在盐好的鱼上面 给它抓过均匀 全部包裹住 家人们都看到这个了 如果你手机还有店的话 给兄弟点个享用心 支持一下呗 就上屏幕上点两下 炸鱼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油温要高一点 六成热油温 下入锅中 把尾部给它遮过来 大火开炸 炸至外焦 里嫩 炸的时间长一点 因为鱼肉啊 它比较厚 给它炸酥了 就可以捞出 尾部冲下 摆在盘中 摆一个好看的形状 锅流底油 放入一勺番茄酱 一勺白醋 加入两勺清水 再加入半勺白糖 半勺冰糖 少许的经验 可以增加酸甜的口味 慢慢小火熬 熬至粘稠 最后呢 咱们再淀粉 勾一点小包茬 再加入一勺炸鱼的热油 把这个蒸 全部给它红起来 家人们 如果耍到我这个视频呢 强别忘了给兄弟点个小红心 录这个视频呢 我录了两个小时 就是为大家 过年做上一道好菜 出国前呢 咱们放入葱姜丝 还有胡萝卜丝 搅在鱼身上 即可食用 如果在热门 耍到我这个视频呢 千万别忘了 给我点按关注 或者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不然你耍耍这样 就会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年夜菜 感谢大家支持